CES即將在美國時間5號開展 官方也提到今年有多個亮點 我們今天請教資深產業顧問陳子昂 請問您怎麼觀察這次的CES展覽 上次經濟學人日前就報導說 矽谷科技公司現在官鳥正在轉變 從過去的大思想家變得更加腳踏實地 是不是現在業界出現新的趨勢 也反映在這次的CES大展當中 請教您看法 好 很明顯 CES簡單講它就是消費性電子展 是全世界最大的 每一年都是在美國的拉斯維加斯舉辦 那因為過去疫情的關係 它已經停了兩年 所以兩年後的今天 我們會發覺 今年開始 因為停了兩年 今年半 我們發覺這兩年來 對新創公司 或者對一些所謂的獨角獸 都開始產生了一些變化 那所謂的變化 有什麼 例如在兩年前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當時熱門的是自駕車 好 可是大家都知道 自駕車要到上路 法令的通過 可能是2030 可能是2035以後的事情 所以現在的新創公司 就會比較的更務實一點 像這次的CES展 就會展示跟智慧交通有關的 那在以往 智慧醫療很難跟商業模式捆綁 所以智慧醫療不容易賺到錢 可是這次的展 很多公司推出了具有商業模式 也就是能夠讓公司能夠永續經營 能夠有獲利模式的一些方式 這也是跟過往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第三個 ARVR 最主要原因是要配合5G時代的到來 再加上數位經濟 所以開始大家已經在思考 我在元宇宙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商業模式 那當然這時候不是探討什麼NFT 不是探討我要ARVR 而是主要的是在討論 我在元宇宙我會有什麼新的應用服務 跟商業模式 同樣的ESG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過去可能都是談概念 可能都是談一個新創的idea 可是經過這兩次的疫情 尤其俄乌戰爭導致了全球通膨 矽谷的新創公司 開始越來越在乎商業模式 還有業績的收入的永續經營 這也是過去很不一樣的地方